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九百三十五集 听见湛玉衡的话 凤青音将愣住了脚步 湛玉衡闭上双眸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 视线落到青云身上 说 青云连了脸神 拱手道 青音小姐提议攻打莫城 属下没有反对 放肆 湛玉衡用力一拍床木 摸了自己的腰间一把 湛玉衡看着凤青音 谋色更深 本宫的钉牌在哪呢 青云不敢抬眸 依然跪在地上 帐篷里安静得很 只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 咕噜一声 凤青音咽了一口口水 转身对上湛玉衡的目光 摘了眸 太子哥哥 他抿了抿唇之后 脸色恢复了一贯的温柔 捂着肚子 他小碎步 来到了湛玉衡面前 太子哥哥 对不起 是我偷拿你的令牌 下的命令 搓了搓隆起的小肚子 凤青音小心翼翼的 在战玉衡身旁坐落 我不是想着为太子哥哥你分忧吗 当时一万五千的援兵 被墨城派出去的兵力阻挠 太子哥哥 你想墨城能有多少兵力呀 还一次两次派出援兵 我便想着 让一万士兵和一万五千的援兵 直接攻城 谁会想到 我的一万士兵刚离开 凤九儿就出城攻打我们 太子哥哥 是我大义 是我疏忽了 对不起 太子哥哥 凤青音轻身靠过去 却被战玉衡的寒气所逼离 本宫的令牌在哪呢 战玉衡的声音 几乎能将整个帐篷里面的空气冰封 被吓倒在床上的凤青音 侧身趴在床上 看着战玉衡 眼泪又哗啦啦地躺下 太子哥哥 你怎么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太子哥哥 令牌还没有换回来 凤青音不敢冒险 只想能拖延便拖延 等到战玉衡回头看自己 凤青音捂着肚子 想要坐起来 却无力倒下 太子哥哥 我肚子疼 太子哥哥 我肚子 葵妃娘娘身体不适 让人带她过去治疗 战玉衡摆了摆手 沉声道 是 清云汉手 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她出门吩咐下去 便掀开帘子 回到了帐篷里 太子哥哥 我 我难受 凤青音趴在那里 伸出手 想要人来搀扶 却不想 战玉衡 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站了起来 安排人 送贵妃娘娘回宫 令牌 一刻钟之后 一定要交到本宫的手里 丢下一句话 战玉衡举步离开 是 清云汉手 大步过去 拿过战玉衡的衣袍 跑出去 披在她身上 本宫的书房在那呢 战玉衡沉声问道 太子 这边请 清云摆手道 两个男子离开 帐篷里 只剩下趴在床上的凤青音 他坐起来 从衣袖中掏出假令牌 已经有几分六神 无主 他不要回宫 他一定要和太子哥哥在一起 死也不会离开 坐在床上一会儿 凤青音站起来 手握令牌 举步走了出去 清云掀开帘子 战玉衡走进了书房布置的帐篷中 太子殿下 放下帘子 清云立即过去 搀扶着战玉衡 您现在的情况还不稳定 坐下来再说 将战玉衡 搀扶在铺上毛毯的椅子上 清云再次跪下 太子殿下 属下有罪 但是 恳请您 先听完属下的话 时代紧急呀 台谋看了战玉衡一眼 得到他的默许 清云的声音 再次响起 此次战役 我军大概损失一万兵力 还有上万兄弟中了软骨散 不能作战 援军没有按照先前的计划 南下 而是往回 北上了 我今天收到消息说 他们是接到了密令王辉的 战玉衡刚醒过来 气息很弱 要不是他体格比一般人要好很多 刚才并不能坚持走了这么远的路 何人的密令 听说是有人带着太子殿下的令牌下令 头领陈将军说 他确认过令牌是真的 话语刚落 清云从衣袖中掏出一张纸条 递到战玉衡面前 太子殿下 这是陈将军的信 请太子殿下过目 战玉衡接过信间 认真看了一眼 眸色低沉 战玉衡过来 深吸了一口气 他冷声道 太子殿下难道觉得 这件事情是清云小姐所为 清云皱了皱眉 这应该不可能啊 清云小姐一向很厌恶凤九儿 时刻都想要发兵将凤九儿拿下 清云小姐没有要原军离开的理由啊 你唤她做什么 战玉衡看着清云 半眯了眯眸 清 清云小姐 清云 抿了抿唇 低声回应 属下这就带她过来 你站住啊 战玉衡低沉的声音响起 你一贯不是不承认她的身份 为何 会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清云抬眸看了一眼 眼神有几分闪烁 她说得不错 凤九儿是太子殿下的扮教师 而她才是最爱天子殿下的人 若她能真心对待太子殿下好 也是我清云的主子 再抬眸看了一眼 清云拱了拱手 太子殿下 我去让她过来 不过 我还是不觉得清云小姐 会用真的 似乎想到了什么 清云轻皱着眸心 太子殿下的意思是 清云小姐将你真正的令牌 一溜在外 她现在手里 是假的令牌 湛玉衡半眯了眯眸 烦躁得很 不是她 便是你 你自己选一个 她深吸了一口气 淡淡的 太子殿下 清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不是属下 属下怎么可能偷窃 太子殿下的令牌呢 太子殿下 属下真的没有 您彻查呀 乃乃乃过来 事情便会水落石出 湛玉衡 低沉 又带着些 雷弱的声音响起 是 清云站起 抬眸看着湛玉衡 对了 太子殿下 以前想命的尸体 已经找到 确定 中毒身亡 但 并没有找到 蔡将军的尸体 据探子消息回报 蔡将军应该在 队伍当中 太子殿下 这件事情 还需要继续查吗 查 湛玉衡 摆了摆手 既然还有活口 一定要将他找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